当你偷看颜色网站时会被哪些人知道呢 事前无痕浏览 事后记录删除 你以为就没事了吗 成年人的快乐是一时的 不法分子对你的追踪却是一世的 谈笑永红如 科普白丁 我是探索君 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 偷看颜色网站会有什么后果 当你深夜躲在被窝里偷偷浏览颜色网站 以防万一还开启了无痕模式 就以为谁也不知道了 实际上出于对网络安全考虑 网络管理员是能在后台实时监控 或者查看历史记录的 你有没有浏览颜色网站 人家可是看得明明白白的 你要是在家里连WiFi偷抹着看 路由器会帮你记录 你的爸妈或者子女担心你在上当受骗 无意间查看路由器 可就发现了你看颜色网站的行为 要是在学校连WiFi就更惨了 在公共信息服务中 学校为了解学生网络使用情况 有可能对校园网后台进行监控 你频繁访问颜色网站的事 可就要瞒不住了 这些人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处心积虑的害你 当你访问颜色网站时 即使浏览器自带隐私功能 诈骗犯也能利用某些插件 知道你耗这一口的事情 然后想方设法 心感谢您的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为什么不能把颜色网站都给关闭呢 在互联网搞擦边是一抓一个准 可总有一些不甘心的换身皮囊继续搞颜色 避免再次被查封 24小时就会更新一个网址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的 一般都是付费老用户 经过一个看似普通的节点 跳转到另一个网络管理员 都很难查封的网址 新来的又不想出钱的 被老大进找到了 也只能在该网址喝点汤渣子 视频播放是一卡一卡的 那是一点看颜色视频的欲望都没了 等到网警顺着网线 找到犯罪分子的IP地址 他们又换了一批新的 最怕的是 大多数颜色网站的初始IP都在境外 不是缅甸柬埔寨 就是泰国老挝 国家很难跨境逮捕 即便拿到了许可证 还没来得及过去抓人 不法分子就已经逃之夭夭了 毕竟颜色网站跟东南亚搞诈骗 本就是舍手一窝 那么偷看颜色网站到底为不违法呢 你作为成年人 是有自己的隐私空间和上网自由的 大半夜浏览颜色网站 偷看成人视频是不违法的 你要是秉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原则 把视频传播给其他人 可就要承担一定法律责任了 本期视频就说到这里 关注探索讯 每天下午5点 准时探索新知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